導演版跟戲院版互相比較 竟然可以拍出另一個的平衡宇宙出來 內容大相敬廷 第一套給予不者如此經驗的電影 卻是屬於1990年在香港上映的意大利電影《星光伴我心》 Cinema Paradiso 不者個人一直對導演版這一回事 有點敬而遠之 因為覺得既然戲院版已深受歡迎的話 你應屬於一部十分完整的作品了 若再或蛇天竹地出現另一個導演版的話 則會留於導演自我陶醉之作 強張一些類罪或未必拍得好看的部分 重新加載電影 反而扣減了電影整體的印象份 所以不者一直甚少看電影之導演版 產生如私感覺之一大原因 便是來自上述的《星光伴我心》 話說當年片長一百二十一分鐘的戲院版 異常成功 可能滿足了電影迷對戲院的美麗情易結 因為故事正式講述 在小鎮戲院中當電影放映完的小伙子 經過當年的努力 終於成了名成利就的導演 他因接到急電重回故鄉 看著那個大給他美好回憶的戲院級拆射掉 內心傷痛之餘 再到恩師的無前去拜祭他 至此電影其實已作了一個十分圓滿的結局 起了日後不者購買了該片的影碟回家 方法覺他原來是一百七十四分鐘的導演剪輯版 尚有五十多分鐘的劇情當年並沒有公諸於世 於是一看之下 方法覺將舊版本的觀感完全顛覆過來 原來當年男主角的恩師 為了成就心愛途兒的事業 竟一手拆散了男主角跟其初戀女友的美好姻緣 讓這個小伙子能了無牽掛地跑到電影圈去發展 跟著更讓不者感到震撼的 就是男主角當年名無為此的女友 在電影的末段 卻再以面容潮水的中年家庭主婦形象出場 跟男主角再續未了緣 的確或多或少地破壞了整部電影的夢幻感覺 故此近日當這一套正義聯盟 Justice League 的導演版於網上播放之時 不者立即有望而卻步的感覺 只是網上對這個新版本好評如潮 誰禁不住好奇心拿來一看 老實的說 電影公司一直以來對整個正義聯盟的英雄系列之製作計劃 無疑非常失敗 他們當年先於2013年上映了超人 鋼鐵英雄 Man of Steel 之後 跟著卻沒有拍攝蝙蝠合獨立電影 卻推出了蝙蝠合對超人 正義楚光 Batman v Superman Don of Justice 簡直就像酒樓中的點心車一般 一下子將所有尚未上市的正義聯盟漫畫英雄推出來應是救急 所以觀眾在沒頭沒路的情況之下便見到鋼骨、水行盒、閃電盒等漫畫英雄走馬上任 故此2017年的正義聯盟便起著十分重要的成相啟下之作用 第一他要彌補前面的交代不足 第二卻要製造大決鬥高潮 第三更要為未來的劇情留下伏線 以便製作接下來之漫畫英雄的獨立電影 但起了當年所看到的作品 卻吸人東湊西拼 急於求成的感覺 於是觀眾在片中只看到蝙蝠俠為了對抗外星大敵 就像獵頭公司一樣 四周去找曾有能之事 匆匆糾閘成軍 而這些英雄門亦完全不擺架子 為了折省電影的時間 隨傳隨到 立即投入緊接下來的大戰 殺個日月無光 天分地暗 最後那位荒野狼更虎裡糊塗地 被自己的手下反誓消失而去 給予畢者嚴重滑稽兼反高潮的感覺 故此事後不少的粉絲 紛紛向電影公司反映意見 希望他們能夠作出改善 故此導演札茜德立即補拍一些片段 再將全套作品重新剪輯 於是這個導演版稅應運而生 看過本片之後 畢者當然覺得比較舊版本軟為完整 最是通唱 將每一個人物角色的性格來力豐富補足 更為血有肉 例如降骨在戲院版中純屬可有可無的角色 但在導演版 不但豐富了他的來背景 更將他的超能力作出詳細的解釋 至此觀眾方知道他竟能夠操縱任何的電腦系統 間接變成了控制能力最高的一位合適 而導演札茜德也刻意將新版本帶出史詩式的味道 例如將每一個重要的段落 分成了不同的章節 讓觀眾對其拍攝意圖更了解透徹 同時補足了舊版本上的一些劇集流動 例如導演版便交代那些外星大軍 原來是看準了超人離世 屬中無大將 才膽敢大舉侵襲地球 而不會如當日看戲院版那般 只見到那位荒原狼先生潛伏了數千年 卻突然沒頭沒腦地現身在神奇女俠的先島上 根本沒有作任何的動機解釋 但另一方面 不且覺得這個導演版的整體故事結構 更加像復仇者聯盟的無限之戰 以及中局之戰 尤其是那個終極大壞彈達克塞德之造型 以及其手下大軍之設計 Gundanos完全如出一切 反而不且覺得最有趣的 特是發現導演刻意在新版本中 開出了很多新的支線 例如神秘的火星獵人 內星大軍虎視丹丹 小丑在惡夢中現身等等 似乎是向電影公司作出了一系列的拍攝計劃提議 希望他們能夠按著來拍下去 也能保持現在演員班底的完整性 其實這是一個極好的提議 不且較為喜歡現時的超人及蝙蝠俠的演員組合 要第四次看到 蝙蝠俠的雙親如何在流汗中被殺掉的老吊牙牆面了 想想也覺得沮喪 最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 請在YouTube上訂閱、點讚、給予靜庭 謝謝